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JS全站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介绍微信公众号开发的几种类型 以及我们会本门课程聚焦的微信公众账号开发的 它涉及到的两种交互的流程 那么这几个的内容呢,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更加介绍一下开放 就是微信开放平台支持的四种开发的类型 就是如何接入这个微信开放平台 那么第二点是公众账号开发的流程 以及公众账号的类型 那么首先就是说 其实微信这个开放平台呢 是支持很多种这个就是应用接入的 那么目前它支持的有四种 那么是哪四种呢 那么第一种是网站应用的开发 那么这个说的简单点就是说 可以让你的网站支持用户使用这个微信账号 那么就可以把你的账号 就是把你网站的账号体系和这个微信的账号体系 这个联系起来 那么从 使用微信登陆的用户呢 你能自然的获取到它的这个 一些重要的信息 比如它的性别 就是一些人口学的信息 比如说是性别啊 地理区啊 等等 那么在这里面列出的这个网站应用开发里面 就是把你的网站合谓 就是支持微信登陆 那么能带来的一些优势呢 就是有以下几个 那么比如说是这个联合登陆 那么降低用户的登陆门槛 因为它不需要单独再注册一个账号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开发了多个应用 那么其实你可以用同一个微信账号 就是用幽灵ID 那么这个是一个更 更高级的一个概念 那么其他的 就是说随着微信整个业务的发展 那么未来可能支持这个 更有价值的接口 就是更有价值的这个接口 那么网站应用开发的流程呢 就是先要创建一个网站应用 当然你需要在这个微信开 微信开放平台上有账号 然后提交审核 审核之后可以上线 那么第二种比较重要的 这个微信开放平台支持的 这个应用呢 就是移动应用 那么这个移动应用的话 就是native app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native app 那么简单来说 它就是能让你的应用支持 这个微信的分享啊 收藏 甚至调用这个微信支付的接口 那么 把你的移动应用 接到微信里面 有什么好处呢 就可以通过 就是通过分享给微信好友分享的朋友圈 或者是这样能让你的移动应用 在这个用户的社交网络里面快速的传播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通过微信收藏 把你应用的内容直接收藏到微信里面 那么这样可以提高这个用户的留存率 或者回头率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微信支付 那么类似于支付宝一样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应用里面调微信支付 或者调支付宝的支付 那么移动应用的介入流程呢 跟网站的很类似 就是要创建应用提交审核 然后之后就是上线 那么第三个就是比较 当然这个是比较更偏底层一些的 叫这个第三方 公众号第三方平台的这个应用介入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说的具体面 就是说你 开发一个第三方的平台 那么让其他人基于你这个平台做些应用 但是你这个平台是基于微信的这个平台 那么这个呢 可能就是说 实际上对于普通的开发者离得比较远 那么这里面就不做过多的介绍 那么第四种 那么公众账号开发 那么这个是本门课程所要聚焦的地方 那么公众账号开发 这里面 就是通过网页 或者是通过这个IT品求的方式 那么你可以 那么当你在微信上申请了公众账号之后呢 相比于你自己去开发一个移动应用而言 使用微信的公众账号 你是更容易获得用户的 那么 如果就是你开发的Native App 你要自己去各大市场上去分发 但是微信它天然就是一个有改良用户的平台 那么 对于这种服务号或者是订阅号 这种或者是更高的企业号 那么权限比较高的 那么你可以自定义菜单 那么还有其他一些高级的借口 能够跟用户进行直接的交互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相对于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基于公众账号做一个这个App 不过这个App呢 是嫁接在这个微信的Native App之上的 那么这是这个基于公众账号开发的一些优势 那么公众账号接入的这个过程呢 那么这里面列的比较粗略 那么首先你需要注册一个公众账号 那么这里面会建议这个 就是开发者注册这个服务号 然后服务号认证之后 可以获取所有的高级接口 那么这个有哪些接口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 就是分大块详细的去介绍 那么至于什么服务号还有订阅号 那么接下来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是注册了账号之后 需要认证 然后呢 再接下来你需要填写这个回调配置来验证接口 就是需要涉及到一些简单的后端开发 来验证你这个 特别是做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然后服务端开发的时候 你需要配置这个东西 那么 再接下来是这个 就是更高级的一些内容 就是你需要获取这个微信的认证 然后获取高级接口 然后有了这些高级接口之后 你就可以为用户提供这个体验更加的个性化 就是做就是你的这个做事情的自由度就更大了 那么这里面提到这个公众账号的几种类型 那么相信这个来学这门课程的同学应该都有所了解 那么公众账号目前分为以下三种 那么最开始是两种就是服务号和订阅号 那么服务号的话 它是为企业和组织提供这个比较强大的业务服务和用户管理能力 然后帮助企业快速实现全新的这个公众号服务平台 那么订阅号呢 那么它是为媒体和个人提供一种新的信息传播的方式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订阅号的方式呢 你可以比较容易与读者之间构建更好的这个沟通模式 那么服务号和订阅号 那么粗略理解起来呢 订阅号是主要是以资讯为主 就是你给别人推送信息 那么服务号呢 主要是你给别人提供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的范围会更广一些 那么企业号呢 这个是后来微信进入这个企业开发领域 就是企业应用领域才产生的一些企业 那么这个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员工 与上下有供应链与企业应用之间的连接 那么这个在这本课程里面不讲 那么我们讲的内容 因为就是通常来说 就是根据这个微信官方的这个文章 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的这个开发和调试 你可以使用这个 它官方提供的这种测试 测试账号的机制去提前开始开发 就是打造你这个产品的原型 那么然后你一边申请你的服务号进行认证 因为这个也是要花一些时间 那么公众账号的开发是我们这一节课程的 就是这一门课程的重点 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服务端和微信内线网页的这种浏览器短的开发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公众账号服务端开发这个交互的流程 那么当然这个前提是你申请了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 那么你就是用户通过微信关注了 就是在这个微信这个APP里面关注了你的这个公众账号 就是用户可以这个有你可以自定义菜单 那么用户点了你自定义菜单之后 那么微信的APP呢 是实际上它是通过这个先去跟它的微信服务器交互 然后呢微信服务器是到你的这个自定义应用的这个服务器交互 那么你这个自定义应用的这个和微信服务器之间交互呢 其实是需要有这个接口的认证 比如说你需要教验这个请求是否真的来自于微信的服务器 那么微信呢 有时候比如说你自定义菜单的时候 那么微信呢 还需要教验你的access token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接口的调用 那么准确来说这个正确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是用户通过这个微信APP 然后交互 然后微信APP会跟微信的服务器交互 然后微信服务器会跟你的这个服务器的后台 做交互 那么你的这个服务器后台和微信服务器之间 除了消息收发之外 那么会有这个教验 会有你这个服务服务器的这个有效性的这种验证等等 那么这些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会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那么这个就是微信公众账号服务端开发的这个交互流程 那么 当然这个就是说用户这个在交互过程中 没有直接来访问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自己的服务器 他只是在微信APP里面通过一些菜单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选项或者一些点击 那么触发了一些操作 然后这些操作会去我们的这个应用服务器上去请求数据 那么第二种就是微信公众账号浏览器段的开发流程 那么 它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开发了一些页面 那么放在我自己的服务器上 那么用户呢 他其实是可以来打开我这个就是请求我这个页面 然后我把这个页面给他 那么 对于这种 你想就是让用户在就是在你的页面里面 比如说是把一些内容分享 分享到这个微信里面 或者分享的就是通过微信去分享 然后分享的这个比如分享的朋友圈里面 或者发生的好友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在给用户响应页面的时候 你需要这个请求这个微信的服务器 那么给这个当前的页面里面配置好这个微信 那么给这个页面里面的微信的GSSDK 配置好这个Access Token等等内容 那么这样 用户在你的页面 打开你的页面之后发起分享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才是有效 才是被授权的 那么微信APP的这种分享操作 比如说不管是发送给好友 还是发送到这个微信服务器来说 那么他 都是直接去和微信交互 那么我不会再和这个我们这个网站交互 那么上面提到的这两种的交互的流程和模式 大家一定要熟悉 就是你是开发客户端的还是服务端的 那么他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那么根据这个微信官方的文档 那么一些不管是客户端还是服务端的做法 那么在开发者网站调用这个微信服务器的接口的时候 都是需要获取这个Access Token 比如这里提到的接口认证 和这的Access Token其实都是同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Access Token呢 要开发者根据你的这个APP的ID和Secret 然后去微信服务器上去请求 然后一般是缓存在本地缓存两个小时 那么在这两个小时内 所有请求你页面的这个用户 他拿到的这个Access Token都是这个同一个 那么是这样的 那就是 就是刚开始接触微信开发的同学 可能他没意识到这个Access Token为什么要做缓存 那么当微信这个官方的这个机制是 你申请了新的Access Token 那么老的Access Token都会失效 那么比如说你这个页面的并发量很大 那么不同的用户 就是第一个用户来拿到Access Token 1 那么第二个用户来拿到Access Token 2 那么这个时候Access Token 1就会失效 那么如果第一个用户 在他的页面里面发起这个分享的操作 晚于第二个用户 那么他的这个分享操作就会失败 那么这个就是Access Token的一个小小的 可能说一个小小的限制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在这个微信开放平台里面 这个第三项公众账号开发 那么点开它之后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大大的 这里面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么通过这个大家应该能很容易了解到 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开发能干什么事情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资金易乐菜单 那么这里最多只有三个这个菜单箱 那么还有这个 那么可以跟用户交互 那么用户发送一些东西 然后你给他返回一些数据 那么像这个航空公司啊 通信公司啊 还有这个银行啊 都可以做都做了这种事情 那么学习了本门课程之后 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业务 那么在微信 就是在微信平台之上 构建一些能快速服务用户的一些应用 那么直接进入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 那么是需要注册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的 那么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啊 注册的过程 以及注册之后该怎么去配置 怎么去申请 那么我们会在下一课去做详细的介绍 那么当然这个还有他的这个稳当中心 那么啊 这也是之后之后的课程会逐步去讲解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 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那么下节课